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与印度洋的重要水道 目前海湾地区90%的石油出口 约占全球供应量的20% 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在最窄处境21海里的霍尔木兹海峡 航运气高度集中又充满风险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曾发表题为 《为何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咽喉》的文章 文章称很多美国人难以接受美国继续坚持对该地区的承诺 鉴于美国在中东牺牲的人员和耗费的资金 很多美国人都希望彻底放弃该地区 但无论美国和加拿大的石油生产商开采多少石油 美国仍将被海湾地区的安全问题所牵制 如果船只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如果不能防止该地区进一步核升级 美国的繁荣所依赖的全球贸易体系将无法运转 文章还称 美国无意成为海湾国家的保护国 但是美国非常希望继续与合作伙伴一起 在该地区充当裁判者 文章称 美国对海湾安全的依赖超过对石油的依赖 首先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随着伊朗在美国退出核协议后 迅速启动油浓缩活动 爆发核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这已经改变了地区安全态势 沙特和阿联酋现在对获得核技术的兴趣日益浓厚 他们也更容易获得这些技术 因为就连美国也向他们提供了敏感的核材料和核技术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之所以重要 不仅仅是因为贸易 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可能引发一场风暴 这场风暴可能很快蔓延到海湾之外 其次 随着海湾复国的崛起 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量迅速增长 最后 美国大力投资位于巴林 卡塔尔和其他地区的海军基地 这些基地只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从海上进入 无论油价是涨或跌 霍尔木兹海峡都将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脆弱的海上咽喉